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曝光美墨边境一幕 报道说 现场画面显示 至少有1000名移民当地时间12日 涌向连接墨西哥和美国德克萨斯州 埃尔帕索的北帕索国际大桥已进入美国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则增加了人手 以应对突如其来的人潮 福克斯称 这群移民主要来自于委内瑞拉 涵盖了各个年龄段 报道还展示了现场画面 只见大批移民蜂拥前行 其中一些人还把手举在空中 鼓励其他人继续前进 报道说 美执法部门采取了控制人群的措施 但据边境消息室透露 这些努力遭遇了挫败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增加了该地区的人手 而墨西哥军方也试图控制大桥另一侧的局势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 埃尔帕索是美国重要的边境城市 这里的北帕索国际大桥口岸 是美国最繁忙的口岸之一 根据统计 在疫情前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在这里进入美国 而对于在美国引起争议的移民问题 福克斯新闻称 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 终结了特朗普时期的移民政策 比如留在墨西哥避难申请政策 并停止修建边境墙等等 这些都是造成边境危机的原因之一 但拜登政府反驳了这些指控 并指责共和党人 没有投票支持增加应对边境问题的拨款 也没有支持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天就揭晓的移民改革提案 要赢,移民改革 艺术